登陆加拿大前准备和注意事项 无论是你即将成为留学生 还是即将成为留学生的家长 都别走开 这里有一些建议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首先作为留学生签证办理作为重要 确保你的签证申请材料完整 提前准备好 这可是通往你梦想大学的通行证 绝对不可以马虎 接下来不要忘记购买医疗保险 你在加拿大医疗费用可是不小的开支 确保你在登陆前购买好医疗保险 以备不时之序 别忘了提前规划好住宿 在陌生的国度能拥有一个舒服的住宿 非常的重要 提前了解学校通过宿舍公寓 技术学校家庭等情况 以便快速了解安定下来 对于家长 经济规划也是一项不可忽略的任务 在对于学费生活费等方面 提前规悟好财务预算 让孩子在加拿大生活更加的从容 另外关于孩子的心理准备也是至关重要的 新环境新学校 孩子可能面临一些适应问题 如何孩子沟通了解他们的想法和担忧 给予他们充分的支持和鼓励 非常重要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保持联系 无论是留学生还是家长 都要保持和家人的紧密联系 分享生活的点点第一 所以亲爱的大小留学生和家长们 千万别着急 我们已经为你准备好了 这份超级实用的登录清单 如果你们觉得视频对你有帮助 别忘了点赞订阅 还可以在评论区告诉你们想要的信息 希望你们在加拿大 过上充实的快乐留学生活 下次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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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